此季马来西亚分会静思堂 以及槟城喜盛中心 举行了消防演习活动 加强意外发生时的应变能力 火灾警铃声响起 静思堂同仁放下手边工作 依照规划的路线走出大门 大家三三两两 出了门还找不到集合的地点 第一次的演练不成功 急救应变小组下午加开说明会 同时再演练一次 大家终于能够进入状况 就是怕意外发生应变不及 年年举办消防演习活动 在槟城喜盛中心 消防队员亲自来解释做说明 也教导心境同仁如何使用灭火器 拉开安全锁握住皮管朝向火苗 左右移动扫射 保持监控确定熄灭 每一个步骤都不马虎 这是一门技术所以我们要 每个步骤都要学习运用这个灭火器 因为我们不知道随时 我们会面临什么突发状况 时事保持警觉才能够确保意外发生时 都能够冷静离开现场 戴新闻陈瑞文 庄继志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